以下车受到热烈欢迎 大年初二新北市长侯友宜 来到三重仙色宫 继续他的拜庙行程 民众排队领取福袋 展现高人气 对于挑战2024 看起来有着极高声望 然而他的潜在对手郭台铭 也蠢蠢欲动 会不会再度参选总统 郭董说交给神明来决定 几乎跟2020年参选时 说法很雷同 国民党谁来选 情势依然混沌不明 民进党提早定预一尊 副总统赖清德过年期间 几乎天天形成满党 新北市更是重点地区 年初二到新北中和发福袋 赖清德在同天上午一连安排了四场 在新北的拜庙活动 似乎是在彩猴友宜的地盘 隔空较劲 不论是赖副总统或是其他的任何人 包括每一个信众大德 能够在庙里对我们国家 对家人来祈福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虎友宜与赖清德过年拜庙 暗中PK而另一位潜在对手 柯文哲同样动作评评 玩真心化大冒险 甚至自认比赖猴两人做事还认真 却被测谎机无情电击 柯市长其实也是蛮认真的 所以他被电击 表示那个电击器不太准确 对于柯文哲侯友宜不敢大意 新的一年才刚开始 二零二次选战已经开打 环宇新闻柯冠城李景强 新北市采访报道